亡灵的盗谷三孙三节有多恐怖 竟然震惊了仙冈大陆整个盗谷一脉 就连仙冈九阳之一的旋罗大天尊都因此出关 决定前往洞府界 将亡灵给带到谷国去 此时的亡灵因为谷祖鲜血的融合 整个人变得鲜血淋漓 他双目迷起 盯着漩涡深处的鸿芒 渐渐的他看到了几滴鲜血 在漩涡内呼啸而出 第五滴 六滴 直至第九滴鲜血 成一字形连成一串急速从漩涡深处出现 向着亡灵眉心呼啸而来 亡灵双眼露出金光 顶着迅速来临的鲜血 没有闪躲 任由五滴鲜血杀就点在眉心 此穿透一般融入其身体内 在第五滴鲜血融合的瞬间 亡灵全身立刻就轰鸣回荡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从血内爆发出来 让亡灵身子不由的退后束缚 双眼光芒万丈 种强大的感觉让他握紧了拳头 此刻第六滴鲜血紧随其后 再次涌入亡灵眉心 轰鸣回旋 亡灵体内的所有鲜血仿若沸腾 疯狂地吸收这滴鲜血内的血脉之力 在不断地融合下 随着流淌弥漫亡灵全身 尤其是在涌入他心脏之时 更是让亡灵的心跳 仿若雷鸣一般怦怦 怦怦地巨响起来 身子再次退后 亡灵仰天发出一声咆哮 他全身此刻传来巨疼 这种痛苦比之前融合四滴鲜血要强烈无数倍 仿若身子要被撕裂 正在生长新的血肉 紧接着第七滴鲜血呼啸来临 在与亡灵眉心融合的瞬间 亡灵神色扭曲 全身轻轻鼓起 血液在身体内的流转之速 达到了极限一般 急速的流动下 亡灵的身体诡异的蠕动 他的骨头更是在这血液流淌中 渐渐散发出了同样的鸿芒 在他身体内的骨足血脉之力 更是漠然暴增起来 这股血脉从刚开始的吸波 向着浓郁急速过渡 古国之民与仙人一样 血脉之力越浓 则身份越是高贵 可以发挥出的力量就越是强大 七滴鲜血的融合 已经使得亡灵的血脉 在稻谷一组中 仅次于皇尊的存在 要知道皇尊是因自身 本就是谷祖嫡传后人 体内自然蕴含了谷祖血脉 融合了六滴鲜血后 成为稻谷皇尊 但亡灵却是本身 没有任何骨祖血脉 甚至在这之前 还没有获得认可 此刻七滴骨祖血 在其身体内凝聚出的血脉 自然还比不上得 天地造化于一体的皇尊 二人之间就如同是皇与民 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这种区别并非不可改变 第八滴鲜血的飞出 在碰到亡灵眉心 与其身子融合的瞬间 亡灵体内的血脉浓度 浑然增加起来 他体内的轰鸣之声越加强烈 真正痛苦从身体内的骨髓传出 让亡灵后腿中 身子不断地颤抖 骨祖血脉 如仙人血脉一样 改变的是骨髓 骨髓一旦改变 造出的血液自然会有变化 如此一来 就自然拥有了血脉之力 可要改变骨髓 很难从内部直接开始 须外力挤压 一点点地慢慢改变 这外力 就是亡灵体内此刻流淌的鲜血 这鲜血内蕴含了骨祖的气息 在不断地流淌中 融入亡灵全身骨头 向内渗透 渐渐涌入其骨髓中 正急速地改变的同时 也在让亡灵的血脉 从平凡达到了高贵 从博杂达到了正宗 八滴鲜血的融合 依旧没有让亡灵的血脉浓郁 达到黄尊的程度 但久无限地接近 甚至只差一丝 这一次的差距 在第九滴鲜血的融合下 轰然超越 九滴鲜血融入亡灵体内骨头 将其骨髓彻底改变 拥有了超越黄尊的血脉浓度 使得亡灵 可以说在血脉上 成为了道骨一脉第一人 但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一滴浑血的出现 使得这星空四周沙 就被映成紫色 这紫色充满了一股奇异的力量 在出现的一瞬间 就吸引了亡灵全部的目光 他看着紫色的鲜血 一股来自血脉的渴望 在这沙间弥漫其全身 紫色血一闪之下 紫亡滔天间 赫然就印在了亡灵眉心 并非与其鲜血 亡滑者血脉融合 这一滴鲜血 融入了亡灵的魂中 血脉的浓郁 可以让亡灵的道骨之力 爆发刚强之力 但却不会改变其魂 归根结底 他也只是一个道骨作人而已 但这魂血 却是可以改变亡灵的魂 让他的魂 成为道骨之魂 让他的魂 凌驾于所有道骨一脉 责人之上 让他真正的成为 比皇尊还要高贵的存在 亡或者说 相当于 古祖第四子 在这魂血融入而来的一刻 亡灵整个人愣在里 他的双眼散出迷茫 身子仿若不是自己的一样 向后缓缓飘去 最终落在了祭坛中 靠着夜幕的手臂 躺在了那里 星空的漩涡 此刻缓缓消散 没过多久 便无影无踪 使得这星空恢复了原样 欲望长没有了区别 若真说有区别 则是这里的镜 镜得让人可怕 没有丝毫的声息回旋 此地的所有凶手 也均都隐藏了身子 颤抖中不敢发出任何声息 慢慢的 在这诡异的寂静中 似有维亚弥漫 王宁昏迷了 他不行 则此地一静万年 他不行 则此地永生不存半点声音 这维亚是从他的身上散出 笼罩八方 王宁本尊沉睡 分身同样漂浮在祭坛外的星空 盘膝壁膜 一动不动 在这意识的沉睡中 王宁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与梦的不同 他并未清晰 而是模糊得很 在梦中 王宁看到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相貌平凡的男子 他的身体极为庞大 他站在里 如同天地在脚下 他的目光俯视大地 露出了轻蔑之色 我让这天他 则天救回他 我让这大地碎 则大地必须要碎 我让这众生亡 则无人敢不亡 我让这苍穹无仙 谁还敢存 我是谷 诞生在天地出现之前 存活在宇宙初开之前 可在我之前 还是有仙出现 仙欲奴我 那么这仙 就由我来毁灭 若我失败 则我之后人 世世代代与仙为敌 世世代代 是让天下无仙 但我会拜那吗 我永远不会 九滴浑血 送我三子 你等同灵我古族万民 在九区三项齐出之日 等待我的轮回 等待我的传承者出现 顺为凡 逆则仙 逆天成仙 逆仙成谷 这场梦 在平凡的男子一句句 让王宁心阵的话语中 缓缓地结束 直至王宁在祭坛上 睁开双眼 他的耳边依旧回旋 生生之语 王宁的眉心 八颗古神星顶 透出紫色 在缓缓转动 同样的 他双目之内 有些魔星同时闪烁 隐隐散出紫色 这紫色 来自魂血 来自王宁此刻的 道骨之魂 他慢慢地坐起身子 看着星空前方 沉默了许久之后 在他的身上 爆发出了一股 霹靂天下的气息 这股气息 是不敬天不败地 天地小而我不小 苍穹窥而我不愧的霸道 这霸道 才是属于 骨之一族的霓 这一颗的亡灵 与之前的他 有了迥然的不同 他坐在集团上 目光在星空中扫过 从其分身上散去 最终落在了身边 叶默巨大的手臂上 双眼骤然一闪 爆出了金光 这手臂内 蕴含了一股强悍的力量 这股力量 似能撕开苍穹 这是属于 道骨叶默右手的 最强之力 盯着这手臂 王宁的右手 缓缓抬起 按在了这手臂上 在暗下的一杀 王宁眉心 双目第二十四颗 星点急速旋转 真正紫色弥漫全身 顺着其右手 直接融入叶默手臂内 杀间 巨大的手臂默然一阵 隐隐的自有反抗 与挣扎存在 即便王宁获得了 道骨叶默的传承 但这传承 毕竟不完美 想要融合这手臂 还有难度 只是这难度 是对没有度过 骨脉苍穹 写实的王宁而言 卢金 在拥有了魂血 已经被九滴鼓祖鲜血 凝聚出精纯血脉的 王宁面前 实在是微不足道 叶默 把这只手臂给我 王宁缓缓开口 似自语 又似向着 命令中死亡的 叶默言语 其声音平静 没有半点波动 在这话语传出的沙 他二十四颗 眉心紫衣月农 更是在王宁的魂内 散出了一股 即便是叶默眉死 也要心惊的气息 这气息融入王宁右手 略微抬起又一次 按在手臂的瞬间 只听轰鸣回旋 就把手臂的挣扎镇压 慢慢的 手臂缩小 最终在一片幽光闪烁间 完全的融入进王宁的右手 使得他的右手 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变得截然不同 王宁的右手 与其左手比较 极为粗糙 更是存在了无数复杂的符文 隐隐还有一股铁青之色弥漫 使人一眼看去 就会有种心惊之意 抬起右手 放在身前 王宁神色平静 目光看去 许久之后 他收回目光 右手向着星空猛的一口 撕天 一语出口 星空轰轰 却见王宁的右手一撕下 天底崩溃 在他的身后 更是出现了巨大的手臂血 随之撕开 轰鸣下 一道巨大的裂缝 直接就出现在了王宁的面前 这裂缝层层瓦解 被他生生的撕了开来 这股撕天之力 就算是控玄初期修饰 也足以被他撕开心神而亡 即便是控玄中期遇到 也要害人逼退 在这撕裂下 王宁所在的祭坛 嗡嗡颤抖 其上一层波纹回荡 仿佛在抵抗这撕天的余波 在波纹间 王宁低下倒 仔细地看了祭坛一眼 双目露出奇异之盟 这祭坛有古怪 王宁自从来到这祭坛后 便始终没有多余的时间 详细观察这里 解目光大多被祭坛上 之前存在的手臂吸引 即便是凭着其谨慎的性格 依旧神识在祭坛上扫过 也没有发现端倪之处 但眼下 在他融合了古祖鲜血 尤其是一滴魂邪后 再吸纳了叶魔右臂 接着四天之力的余波 隐隐地掀开了这祭坛上的面纱 让其回荡了波纹 这突然的变过 让王宁双眼金光异山 这祭坛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叶魔的右手又未识 那么会被祭祀于此 王宁沉吟中 目光在祭坛上仔细地看去 这祭坛很是平凡 似没有是那么太过出气之处 若非是此刻上面有波纹回到 很难看出此物有是那么蹊跷的地方 皆眼下随着王宁撕天之数的消散 这祭坛上的波纹也慢慢微弱 最终彻底地恢复了平静 王宁站起身子 向前一晃之中就离开了这祭坛 与此同时 其分身也在远处从盘袭中睁开双眼 一步迈去与王宁本尊中叠在一起 真正诡异的双眼融合下 慢慢地分身与本尊化作一体 王宁活动了一下身子 没有时那么不适后 这才重新看向祭坛 伴想 王宁双目寒光一闪 双手抬起恰绝之中 一道道禁止印记闪烁而出 在王宁身前扩散开来 密密麻麻之下近百万之多 在其右手向前一指中 这近百万禁止呼啸而去 直奔祭坛在其外围回旋 散发幽光中一一落下 每一个禁止的落下 都会让祭坛轻轻一枕 随着越来越多的禁止 不断地印在祭坛上 这祭坛震动越加剧烈 到了最后 隐隐传出轰轰巨响 似祭坛要崩溃一般 更是在这剧烈的震动下 这祭坛上出现了 一道道细密的裂缝 没过多久 便有一些碎石从其上脱落 化作碎墨向着四周散开 王宁眼中露出谨慎 双手掐绝中 更多的禁止幻化出来 不断地融入这祭坛外围 慢慢印象 以这种方法 使得祭坛的震动被增 更多的碎石脱落 搬炷香的时间后 这祭坛四周 已经被一片碎墨弥漫 远远一看 如同被雾气环绕 这祭坛的大小 也生生地缩小了一大圈 且裂缝更多 这祭坛的古怪 很有可能在其内部 只是其内部 有一股模糊存在的力量 使得神石进入后 会被改变 无法看清彻底 王宁盯着祭坛 再次打出近百万禁止印记 如此一来 无数禁止环绕下 祭坛开始了快速地粉碎 层层麻解中 已经只剩下了 之前的一半大小 就在这时 在祭坛上充满了裂缝的纱 其中一道裂缝四延伸 进入到了这祭坛的内部 立刻就一片赤红之芒 顺着裂缝一闪而出 这光芒被裂缝的形状改变 散出之时成扇形铺盏 仿恶是藏在您眼下的宝石 在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后 散发光芒一样 王宁目光一闪 盯着散发红芒的裂缝 双手抬起操控四周 无数禁止 在阵阵呼啸直声下 这些禁止 齐齐旋转直奔裂缝 但就在临近裂缝的一杀 又有一道红芒 从其中一个裂缝内散出 紧接着 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光十多道红芒滔天而起 这些红芒交错下 立刻就有红色的波纹 从其内扩散出来 大量的禁止 一碰到这红色波纹 立刻就如同雪花 碰到了炭火一般 发出此此之声 立刻消散 这一切都是转眼间 几乎是一杀 所有禁止都在红芒下消失无影 仿若双方是天敌一般 王林盯着被红芒环绕中 缩小了大半的祭坛 他的双眼慢慢露出滔天惊光 这红芒很眼熟 这个祭坛 莫非就是 王林心神一阵 在祭坛中 红芒所画波纹向着四周回倒 靠近自己所在之处的一杀 王林不假思索 右手默然抬起 向前猛的一扣 顿时在其身后 叶末巨大的手臂幻化 随着一同扣在前方虚空 死天 王林一声低吼 右手直接向外大力的一丝 这一丝之中 他把叶末右手之力 全部爆发出来 更是融合了自身八星骨神 骨妖 骨魔的一切力量 这一丝足以开天 轰鸣回荡 惊天动地 祭坛上散出的红色波纹 立刻剧烈的扭曲 在王林身前四倍一把撕碎 直接崩溃 一同崩溃的 还有祭坛上 此刻存在的一道道裂缝 在王林这四天之力下 那些裂缝骤然碎灭 大范围的瓦解 那些散出的红芒四想要抵抗 但却无法阻止 轰轰之声不断传遍四周 祭坛在这声响下 完全地崩溃了 大片的碎尸卷动 最终展现在王林面前的 赫然是一个八角形状 散发刺目红芒 如同血池一般之物 一股王林熟悉的气息 此刻再没有了遮掩 从这八角血池内扩散出来 让王林双目露出狂喜之色 太古星辰有一族 名为封灵 此族有一树 名为三面 修炼此树 须封灭族完整的祭坛 只是这祭坛最终不知为何 化作三份 消失在了茫茫星海内 无人知晓到底去了 王林机缘巧合 当年获得了昆虚血祖的血格 血格就是三份祭坛之一 此后他知晓了这三面之术 又在罗天从古腰里 获得了第二个祭坛 至于第三个祭坛 王林也曾寻找过 但最终却始终无法找到 方才在看到血光的沙 王林脑海中便有轰鸣回荡 有了猜测 眼下他已经完全确定 这血池和血格 与另一个祭坛散发的气息 一模一样 这是属于封灭族的气息 三命之术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能得到最后一个祭坛 此术若我学会 那么整体实力将会大增 王林心脏砰砰跳动 三命之术 他当年便极为心动 今日看到这最后一个祭坛 眼中的狂喜 清晰地表露了他的心情 再没有半点犹豫 王林右手抬起向前一挥 却见从罗天古腰里 获得的祭坛直接飞出 紧接着 血族的血格也随之而起 这血格内 当年还曾进去过一个女子 这女子说起来 也算是王林的故人 只不过这些年来 对方早就在血格内肉身消散 只剩下了一缕浑载 三份祭坛 同时出现在这星空内 他们之上散出的血光立刻交融 彼此回应之下 显然是同处一彻 修行三命之术的方法 王林在盗谷墓地内 也从封灭族女子记忆内获得 此刻略以沉吟 盘膝坐下 封灭族三命术 修炼会有危险 但与其成功后的好处相比 这点危险值了 王林右手抬起虚空一抓 立刻在他的手中 就出现了一个散发幽光的足印 这个足印上 还沾染了一那些干枯的褐色鲜血 此足印正是封灭族足印 是当年在盗谷墓地 王林从欲杀自己的封灭族女子梅心 生生地拽出 盯住手中封灭族足印 王林右手猛地抬起一把按在梅心 在按下梅心的瞬间 一股灼热的感觉 立刻就从梅心传出 蜂灭族足印似蔓延出了无数分支触手 钻入王林梅心 与其身体紧密地粘连在一起 这点痛苦 根本就无法让王林有半丝溶动 他神色平静 双手掐绝中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鲜血 以印开明 我有蜂灭族足印 召唤长存于天地间的蜂灭蜜足足灵 化作蜂鸣刃 斩三魂 斩三神 斩三身 王林的声音传出的沙 他喷出的口鲜血 立刻诡异地融合在一起 漂浮在其身前 急速蜂洞 与此同时 四周三个不同样子的蜂灭族祭坛 散发的鸿芒一闪之下 就被蜂洞的鲜血吸收 慢慢的 鲜血赫然化作一把长刀的样子 这长刀不大 只有一仗而已 其一片模糊 更有重叠迅在内 若是肉眼看的时间略长一纳歇 就会有眼花之感 通过神识去看 王林立刻就看到 这长刀实际上并非一把 而是三把刀重叠在一起 彼此虚幻中散发出 阵阵诡异的气机 斩三魂 王林低后 长刀默然抬起 从王林的头顶 无声无息一刀斩下 这一刀 从王林的天灵穿透 直接贯穿全身 一斩而过 王林身体矩阵 面色直接苍白 他的灵魂 在这一刹传出难以想象的痛苦 似要崩溃一般 但却被他强行忍住 慢慢的 从王林的天灵上 飘出了两女魂 但就在长刀 从王林身体斩过的瞬间 那把刀 似无法承受 王林灵魂的强大 直接崩溃 三把重叠在一起的刀 此刻只剩下了双眼 王林的灵魂 融合了古祖魂邪后 已经是道骨之魂 岂能是这封灵刀可以展开 若非是此刀 由王林惊血所化 他居然无法斩王林之魂 即便是现在斩出三魂 此刀也无法承受 王林灵魂的反针 不得不崩溃碎灭 永久的消散在天地 再无法幻化 斩三神 王林忍着痛苦 发出咆哮 在其咆哮的瞬间 双眼长刀默然抬起 一刀落下 血光万丈从王林身体内扩散而出 这一刀 让王林身子颤抖 他体内的元神 被一股封灭族的奇异之力 生生地分成了三分 与此同时 那把刀 随之崩溃化作碎片消散 斩三神 王林咬牙之下 没有半点犹豫 低吼出声 随着其吼声 没有了重叠虚影 只剩下了单影的长刀 不再是无声无息 而是爆发出惊天的呼啸 抬起中向着王林的身体 第三次斩下 轰了一声 长刀再从王林身体斩过的沙 骤然崩溃 在其崩溃中 王林的身体直接一分为三分 三分身体 融合了三分魂 蕴含了三分元神 在这一刻直奔四周 三个样子不同的封灭族祭坛 三个祭坛 在吸收了王林三分魂神身后 彼此血光更浓 相互环绕在一起 这三个祭坛血光渐渐虚弱 但依旧闪烁 直至第二个七天后 血光全部消失 在这血光消失的一杀 一股强悍的气息 从其中一个祭坛内 直接爆发出来 这股气息的强大 似祭坛无法承受 最终轰然崩溃 在其崩溃中 一个王林走出 与此同时 另一个祭坛也在急速的颤抖下 骤然瓦解 碎石倒卷 轰轰之声下 全部崩溃成碎末 第二个王林 从碎裂中走出 紧接着 最后一个祭坛 也就是血格 层层爆开 倒鼓气息从其内 冲天而起 血格无法承受 轰然碎灭 第三个王林 在毁灭的血格中 一步步走出 第一个王林开口 三命朔 第二个王林平缓言语 强开造化 第三个王林 双目露出奇异之盲 难难地语 三体归一 在这三句话 从这三个王林口中 说出的瞬间 王林这三个身体 同时向前迈出一步 杀奸 就彼此立刻重叠融合 许久之后 化作一人 白发舞动 王林双目闭合 漂浮在这星空 他感受了身体内 蓬勃的生机 这生机有三分 每一份都相当于 是他之前的全部 三命术的确奇异 由此术在身 我便拥有了三条命 王林睁开双眼 目中露出自信之色 他右手抬起 手心之上有一个女子的魂 女子正是当年 藏身在血格内 他的故人 你我恩怨 一笔勾销 送你入轮回 好自为之 王林右手向前一挥 女子的魂立刻消散 不见踪影 回头看了一眼 三个祭坛崩溃的残骸碎片 王林眼中露出可惜 我的魂与肉身太过强大 这封灭族的祭坛 无法承受化作三分时的冲击 崩溃消散了 从此自我之后 就再没有了三命之术 王林摇头 他分成三分的 不仅是盗骨血脉 更有他的分身修饰 可以说他的一切 均都被分成了三分 融合之下 便有了三条命 肉身获得了盗骨血脉 妖魔神都达到了八星 是到了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但在离开前 我还需彻底裂化鬼脸番 若能将其完全明误 我的禁止或许可以化作第七道本源 一旦禁止本源出现 那么我的修为也会从空灵中期 达到后期 配合盗骨血脉 我应能与空旋后期一战 还有战至本源 当年感悟的一切都化作了规则之星 也需以那些时间重新调整 若也能诞生本源 那么我就能达到空灵巅峰 王林喃喃中 潘西坐在这星空内 右手抬起一番之下 鬼脸番部出现 禁止本源道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这鬼脸番部既然能被 凡山梦作为介子来施展幻术 那么这里面 定然有大魂门的幻道神通存在 这幻道才是重点 我需要研究一番 若是能有所明误 或许我凭着这件法宝 也可以如七彩道人一样 选择同样的方法去找到第三魂 眼下的局面 就看谁能第一个找到第三魂了 王林目光闪烁 种种蛛丝马迹 在其心神的错综复杂的 被他一点点推演 七彩道人不知在幻境内 看到了哪一步 但从他的愤怒上看 他应该没有追寻到 第三魂的轮回之处 除了他之外 还有战老鬼 此人也在寻找第三魂 只是不知小奇方法与心思 不过这二人不能小看 他们引发了界内界外大战 就为了寻找第三魂 眼下战争已经结束 说不定他们也正以 这战争换来的方法 寻找第三魂 原本只是他们二人寻找 可远古先遇四大战 将与那些先人的出现 就是第三股力量 他们也在寻找 还有我之前判断 五行星那都一脉 他们隐藏在这里无数年 现在估计也将要浮出水面了 第三魂 你到底是谁 王林沉默 脑子里的思绪渐渐清晰了 只有找到了第三魂 才可以去往大门 将之打开 方可带着所有人进入仙刚大陆 王林闭上双眼 许久之后睁开 其梦内一片平静 不再去思索这些事情 正要观察手中的鬼脸翻步 但就在这时 王林突然神色一宁 他脑中似有闪电轰轰而过 他猛地抬头看向遥远的星空 面色渐渐阴沉下来 我少算了一个人 王林双眼寒光闪述 他方才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若说此人死亡 他居然不信 天韵子 此人当年获得了天道之血 尽管青龙圣皇说血液有问题 但天韵子不可能因此死亡 他始终没有出现 哪怕是界内界外大战 他都销声匿迹 他算计惊人 早年便多次算计于我 眼下更是隐藏在暗处 我怎那么会被他给忘记 王林神色极为阴沉 七彩先尊当年化作三魂七魄 三魂演化至今 至于这七魄我只知晓清水是其中之一 另外六人也略有猜测 这天韵子 他是否就是七魄之一 亦或者他就是第三魂 王林目光闪烁 脑海中浮现出七彩幻境内 第三魂所去之处 第三魂穿过了沼河 进入到了昆虚 若第三魂最终停留在昆虚 则天韵子的可能性最大 只是若他真是第三魂 若要寻找未免也太简单了 以那些 他到底是还是不是 王林皱起眉头 他猜不透天韵子的心思 从当年成为其弟子 一直到现在 王林对于天韵子的忌惮 始终存在 且随着对方的神秘 越来越深 天韵子吞噬大量其弟子 更是在其心神内 我曾看到三千其分身 当年我没有想明白他所为何事 只是觉得他是为了冲击第三步 但如今看来 或许他是以三千分身成香火 可也有可能 他是为了某种另外的目的 王林脑海中出现了诸多的念头 可越是如此 他便越是猜测不出天韵子所图何事 远古先于天结中 同样没有天韵子的命运之魂 王林沉默许久 缓缓压下这些心绪 此时多想无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自毁知晓 他目光一闪 落在了手中的鬼脸帆布上 仔细地看去 这帆布内存在了数只不尽的禁制 这些禁制包罗万象 有四大禁 更有其他 想要诞生禁制本源 就必须要推演融合 把这帆布内的所有禁制最终化作一道 如此就可出现本源 王林喃喃 神识沉浸在这帆布内 不断地蔓延开来 一道道禁制在他的心神内浮现 他要先知晓这帆布的禁制 总数是多少 随着其心神细密地散开 这帆布在王林手中无风自动 其上鬼脸更是争女 时间流逝 转眼就是十天 这十天 王林一动不动 全部精力都放在帆布内 百万千万 数千万的禁制在他心神内一闪而过 直至第六天 王林双眼充满了血丝 他缓缓抬起头 他们可以自行演变 无法算出具体的数量 王林皱着眉头 左手揉着眉心 这十天内 他心神很是疲惫 这是一个完美的禁制组合 容纳在这帆布中 必须将其完美打破 如此方可进行禁制推演融合 王林盯着帆布 眼中露出犹豫 许久之后 他咬牙之下 左手抬起向前一抓 立刻血光一闪 血剑出现在手中 拿着血剑 王林目中寒光闪烁 漠然向前 直接就是一剑斩下 轰得一声巨响 血剑穿透进着帆布内 生生地将其撕开了一道缺口 在这缺口出现的杀 王林的全部神石顺着缺口 疯狂地钻入进这帆布内 紧接着 帆布上的鬼脸争鸣 似有阵阵嘶吼从旗内传出 笼罩整个星空 与此同时 从缺口内仿若有狂风吹出 无数禁止从旗内闪烁 弥漫了王林四周 弥漫了八峰 弥漫了无尽虚空 最终笼罩了整个这云海裂缝的 每一寸星空 云海裂缝被禁止全部占据 禁止如同风暴 在这星空内回旋 王林的身影 被淹没在数只不见的禁止之内 当这占据了整个星空的禁止风暴消散 化作一道的时候 王林的禁止本源就会打成 他将拥有与空拳后期 修饰一战的强悍之力 在这洞府界 无论是内府还是外府 即便是任何一道 存在于星空的裂缝空间 很少会有如现在这样 几乎形成了风暴的禁止数量 这些禁止 原本只是一个个印记符文 但眼下因为数量太多 密密麻麻重叠在一起 已经无法看清样子 只能看到一片乌蒙蒙的油光 在阵阵呼啸间光芒扭曲 旋转而动 看起来就是一场堪称无边际的风暴 这场壮观的画面 注定只有王林一个人可以感受 即便是这云海裂缝中存在的那些凶手 此刻也都在这禁止风暴中 选择了避开 以只只凶手带着惊恐 从这裂缝内的四面八方 向着出口疯狂的逃顿 这一幕如同兽巢 随着一只只凶兽从裂缝冲出 仅仅是数天的时间 这云海裂缝外 就弥漫了数只不尽的凶手 他们没有离开太远 只是在这裂缝外 颤抖地看着裂缝空间 眼中露出恐惧 云海裂缝这里的兽巢 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也有以那些想要闯入进去看看究竟 但裂缝中的禁止风暴 却是让所有仕途进入者 骇人切步 裂缝内的风暴还在回旋 呜呜的声音如同鬼哭狼嚎 传遍四周 在这大量禁止的身处 云林盘息坐在星空 他闭着双眼 被眼皮遮盖的瞳孔内 有推演闪烁 鬼脸翻不被云林展开 眼下形成了这禁止风暴 云林没有丝毫的惊慌 这一切在他的预料之内 他眼下身心平静 在这连续不断的推演下 慢慢地摸索禁止的本源 禁止实际上就是阵法 想要感悟出他的本源 需要极为强大的神识 云林修为到了空灵中期 神识上已经强大 足以去感悟这种本源 此刻他的神识散开 笼罩着裂缝空间 随着他不断的推演 慢慢的神识内的禁止 也渐渐的减少 这种减少 不是凭空消失 而是融合 每两个禁止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 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地 这种融合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到了最后 几乎每一期间 都会有诸多的禁止消散 新的禁止出现 禁止的本源 就是一股计算之力 这种计算 包罗天帝 甚至以此推演未来 改变自己命运走向 这需要极强的神识 天韵子删除此数 我之前看不清楚 眼下来看 这天韵子怕是隐藏了 其在禁止上的惊天造诣 云林睁开双眼 目中闪过寒光 他始终都忌惮天韵子 此人在暗处 仿若身后的 从虚无投来的目光 总会让人感觉不是 但回头去寻 却怎也找不到目光的来源 七天后 这裂缝空间的禁止 风暴大范围的缩小 之前无数的禁止 此刻已经消散了近一半 全部融合在了一起 只是云林无法 有半点放松 他发现这些禁止 尽管融合 但它们的无限演变还在 若自己不能一切合成 把这些禁止最终融成一道 那么它们很快 就会演变出更多的数量 即便是现在 这只剩下一半的禁止 也在隐隐有了分裂的迹象 只需一次分裂 就足以让云林 之前的所有努力 全部烟消云散 他的神识如同一张大王 把这所有禁止 全部包裹在内 此刻目光一闪 再次以神识推演挤压起来 越是往后 亡林便越是辛苦 他的神识 仿若被分出了无数份 在这无尽的推演下 默默地融合这些禁止 十天的时间一晃而过 亡林神识笼罩的范围 再次缩小了一半 那些禁止在这融合中 更是数量递解 只是从其内传出的分裂之力 却是几乎打倒了巅峰 寻找第三次融合的奇迹 又是十天过去 在这些禁止 已经有一小部分开始分裂的杀 王林猛地睁开双眼 禁止为阵 阵法亦为大道 天地有阵 为规则 为法则 人也有阵 若命运 若诡计 这阵法禁止 说白了就是修饰自行拟定的自身规则 以这种自身规则去撼动天地 禁止再融 王林双目露出明雾之色 南南地狱中 其神识覆盖的禁止轰然融合 这是第三次融合 这一次的融合后 环绕在王林四周的禁止 已经只剩下了千万左右 但这近千万的禁止 每个都极为完整 似没有任何缺陷 更是蕴含了强悍的气息 他们已经很难被再次融合 王林面色苍白 融合三次 已经是他的极限 这禁止的推演 肖最终化作一道 比他想象中还要艰难很多 更不能有半点松懈 这种无形的压力 让王林不得不分出心神去操控 如此一来 他的疲惫更重 王林一声低吼 神识骤然加强 从八方向内猛的凝聚 轰轰之声在王林四周的 千万禁止内回倒 声音惊天 在这挤压下 一个个禁止相互凝在一起 被王林强行融合 但这融合才刚刚进行一半 立刻就有几个禁止 在融合中崩溃 他们的崩溃并非消失 而是分裂成为了数倍 更是在这分裂下 又有一部分禁止陆续崩溃 如此一来 短短的数息间 这近千万禁止就立刻暴增 隐隐逼得王林神是无法收缩 而是向外膨胀起来 王林双眼露出金光 这种事情弱步马上阻止 他这次腿眼融合就会失败 他身子一晃 立刻本尊从身体内一步走出 只留下分身盘膝坐在远处 本尊一出 道骨气息呼啸惊天 却见王林的本尊更是一晃之下 骨腰肢体出现 只背一方 与此同时 骨膜肢体在魔气滔天中同时凝行 去往另一方 最终剩下来的骨神肢体 则是向后极直 与骨腰骨膜肢体成三角环绕四周 王林分身神色猙獰 低吼一生 其神石又一次疯狂的挤压凝聚 与此同时 王林本尊所化骨之三足分身 同时展开修为之力 融合其神石内 使得这挤压融合 瞬息暴增 轰鸣回荡 无论是正分裂的禁止 一或者是正融合的 全部都在这一伤 被王林本尊与神石的同时发力 立刻就强行的凝聚在了一起 转眼间 此地禁止便大范围的减少 最终环绕在王林四周的 只剩下了不足五百万 这是第四次融合 这五百万禁止 如同五百万匹 不愿受到操控的阎马 各自散出惊天光芒 若非是王林神石死死的笼罩 更有本尊三体限制 他们立刻就会想着 四周崩溃分裂而去 王林双眼已经通红 大量的血丝弥漫通孔 一道道细丝交错 相互连接在一起 似存在了某种奇异的规则 每个人都有双眼 这些血丝是王林疲惫的表现 更是他这连日来推演的痕迹 也是他想出的配合诞生 禁止本源的方法 禁止第五次融合 王林右手抬起掐掘之下 体内六道本源豁然幻化 六道本源一出 星空震动 化作六把长剑 冲天而起后瞬息呼啸间瞬息落下 在每一个本尊三体外分别有两把 包围了最中间的王林分身 在这六把剑落下的杀 这五百万禁止 再一次的被强行融合 轰鸣回旋 不多之事 此地的禁止就在这一次次的融合中 进行了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一次次的融合 改变了数量 甚至有的禁止并非是两个融合在一起 而是三个 四个 五个等等 如此一来 在第八次融合之后 存在于王林身边的禁止 只剩下了数千 这数千禁止 每一个里面都包含了四大忌 更有于那些不属于洞斧剑 它们一个个数十段大小 回旋在四周发出震动之声 盯着这数千禁止 王林双眼红丝更多 3172个 够了 王林猛地站起身子 右手抬起在胸口直接一拍 这一拍之下 他张口喷出鲜血 这一口鲜血出现 王林立刻大袖一甩 血液化作3172分 直奔四周每一个禁止内 血进第九次融 王林再次一声大吼 以血液为戒子 将这三千多禁止再次融合 这一次的融合 血光滔天而起 一个个禁止轰鸣下 彼此交错重叠 随着血光的越来越浓郁 到了最后 浮现在王林身前的禁止 只剩下了九个 九个千丈大小 如同小山一般的禁止 散发出沧桑的气息 耸泥在这星空内 但就在这九个禁止 融合而出的一杀 其中一个突然崩溃 分裂无数 向着四周横扫 紧接着 另外几个禁止同时碎灭 这突然的变故 让王林来不及思索 他右手抬起 直接就点在幼木上 这一点之下 王林幼木喷出血涡 在雾气中 一个巨大的瞳孔虚影 赫然幻化在了王林身前 瞳孔内 也是无数人名思万万年 也始终寻找不到的遗憾 这一点 王林也是迷茫 他有的时候 以为自己想到了 但更多的时候 却是在不断地否定 之前的猜测 规则 法则 天地的阵法 这是王林如今 想到的答案 天地是石纳蒙 这洞赴界的天地 是天道 但天道又是石纳蒙 他或者他 或者他 平时那么可以决定 规则与法则 又是如何诞生这些 王林不明白 即便是他的战志本源 化作了一道新的规则 他也依旧是想不通 他只是知道 规则也好 法则也好 这些都是无形之物 但若是把他们 看成有形的话 就是存在于 这天地间的一条条 缠绕在所有人 所有生灵 所有物体上的线 如同定身术石 出现无数缠绕 在敌人身上的 模糊丝线一样 这些丝线 是王林对于 规则法则的理解 每一道丝线 都各自不同 它们交错在一起 组成了不一样的规则 隆纳在这些规则上的 某那些意志 因那些最早诞生的生命 它们从膜拜天地 直至怀疑 最终更是质疑 在这种种的改变 以或者没有改变的 狂热崇敬天地中 模仿规则 模仿法则 诞生出来的一种书 此书就是阵法 就是禁止 王林在这连日来的感悟下 他研究的不是这些 禁止之间的不同与区别 而是在追寻 自己理解的禁止起源 在他想来 若那些无形的思线 就是规则法则 那么一个人若真的想要 完美地获得禁止本源 就必须要凝聚出 自己的一道道丝线 这些丝线 要以自己的身体为依据 要完全地属于自己 方可成功 于是 他再向着鬼脸 帆布斩下一剑 撕开了这帆布 被无穷禁止风暴 明白的一瞬间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就是双眼瞳孔内的血丝 以自己双目的血丝 化作这天地间 规则法则的丝线 融入所有的禁止后 在他王林的双目内 诞生一个 类似于天地的存在 他的双眼 就是禁止本源 就是他自身的规则 他的思绪 就是这规则的意志 也就是法则 这种方法 古往近来 从未有人想到过 王林是第一个 他胆子极大 心思缜密 一旦决定就不会轻易改变 此刻身前 虚幻的幽默出现 瞳孔中的血丝 清晰显露 在王林一声逼喝响 瞳孔内的血丝 全部闪烁而出 无限放大之中 就将崩溃中的 大量禁止笼罩在内 这两个瞳孔出现后 血丝闪烁 弥漫四周 那些禁止一一 与这些血丝融合 搬出香后 此地再无半点禁止存在 只有两个巨大的瞳孔 缭绕了无尽血丝 漂浮在星空 随着王林心念一动 两个虚幻的瞳孔 一闪之中急速缩小 消散在了王林双目内 与此同时 王林闭上了双眼 他的本尊三体 一晃之中一一融合 化作本尊 向前迈出一步 与闭幕的分身重叠 最终融在一起 三开四周的神势 更是慢慢的凝聚 最后回到了王林身体内 溜到本人所化的长剑 回旋在王林四周 缓缓的转动 本人气息的弥漫 使得王林的身子 看起来似有那些模糊 这片星空的一见 此刻都平静下来 仿若之前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唯独王林盘膝坐在里 一动不动 但慢慢的 一股极强的气息 从他身体内扩散出来 这股气息 是空林中期的强悍修为所化 再从王林身上散出的瞬间 这气息好似沸腾 有了暴增攀升的迹象 这股气息越来越强 渐渐的在散出中 王林身体外六大本人所化的长剑 发出了阵阵嗡鸣之声 这声音四在欢呼 因第七道本人的欢呼 王林的双眼 在这一刹默然睁开 其双眼透出让人触之 就会恐怖的目光 目光本没有颜色 但若此地有人 则凡是与这目光对望者 全部都会心神疑震 有种目光为血红色的错觉 在目光的源头 王林的瞳孔上 尽是血丝 这些血丝交错 似天地规则 更似天地法则 每一道血丝内 都蕴含了禁止 王林神色平静 双眼载着星空一扫 在他的目中 他看到了这星空 存在了无数模糊的细线 这些细线就是规则 右手抬起 轻轻地在前方一挑 看似平凡 可在王林看去 他的右手挑起了 一道外人看不见的细线 在这细线被他挑起的沙 远处的星空 立刻就一片寒冰凭空出现 这寒冰出现得太过突然 刚一出就把里四周冰封 随着王林右手食指 松开无形的细线 远出星空的冰封轰然崩溃 化作无数碎兵 向着八方卷动 其中有一个巨大的冰块 直奔王林 在王林身前十丈 消散无影 王林神色如常 右手再次挑起 另外一条无形细丝 拨弄之下 在他右侧几眼之处的星空 轰然崩溃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传出无尽吸扯之力 把四周的尘埃吞噬 取久之后 王林闭上双眼 再次睁开之时 他右手掐绝 一直点在双额之间 眉心三寸外 渐渐地 他双眼红芒滔天而起 隐隐可见 红芒吓得一道道血丝 在王林的墓中改变了轨迹 慢慢地从涣散中凝聚 最终在他的双眼痛苦中 凝聚成了一道 一眼一道 这道红线 是由所有丝线组成 他并非如蟒蛇瞳孔般树立 而是横在王林瞳孔中间 红芒散出 凝聚在王林右手指尖 慢慢地 其指尖的光芒越加璀璨 颜色也从鲜红 化作了一片静止的油光 许久之后 王林右手放下 在前方一致 这一指中 立刻油光闪烁 却见一把长剑 缓缓地有了形体 出现在了王林的身前 此剑一片虚幻 更有无数静止似存在于内 在这把剑出现的杀 王林一头长发无风自动 他体内更有阵阵 蓬蓬之声传出 全身气息浑然暴增 渐渐从空灵中期 直接攀升到了空灵后期 猛地抬头 王林右手狠狠地握住 秀为的增加 让他这简单的握拳 就使得四周星空一颤 仿若这星空 被他抓在了手心一样 缓缓地站起身子 王林大球一甩 四周期把本颜 锁化之简呼啸 一融入其身体内消失不见 更是在王林右手 虚空一抓下 之前被展开缺口的鬼脸番 在其手中出现 目光一闪 在王林看向帆布的瞬间 这帆布上的缺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片刻间就完整再无任何缺陷 帆布上的鬼脸 依旧争灵诡异 可在此刻的王林看去 却是略有亲切 这鬼脸番 已经彻底地成为了王林之宝 仙刚大陆大魂宗的幻术 也是禁止的一种 且属于是禁止本源的一部分 禁止 本就是虚假的 就如同规则 你说它存在 它就是存在 当你有能力忽略时 你说它不存在 它就不会存在 这就是幻与真假类似 但却截然不同 我虽说以自身名物禁止本源 但这本源并未大成 它只是以我自身为基础而演变出来 真正的禁止本源大成 需把自身化作天地 自身的规则成为天地的规则 自身的意志成为天地的法则 这一点太难太难 王林沉默中摇头 收起鬼脸番 向前一步步走去 眼下还需做的事情很多 这鬼脸番上的幻境 也需以那些时间研究 不过是到了该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王林的身影 在一头白发的飘摇中 渐渐地远去 此星云海 王林收获极大 道古八星 修为空脸后 更获得了鬼脸番 可操劳魂魔舟 还与繁山路结成联盟 最重要的是 他从七彩道人身上 隐隐看到了一个寻找第三活的方法 同一时间 仙刚大陆上 在仙族之地范围内 一场罕见的大战 在九天之上轰鸣而起 这场大战 地面上很难有人察觉 他们的修为不够 没有资格知晓这一切 对于地面上的诸多修饰来说 只是看到这几个月来 天空总是昏蒙蒙的一片 似有物界缓缓流动 玄罗 你修为比之当年弱了不少 应该也快到了转世之时 不知有没有找到守护之人 若没有的话 本倒可以送你一个 道一 从我进入仙族大陆 你就始终纠缠 若在阻拦 我会杀你到一宗满门 九天之上 显阳高照 旗内玄罗神色平静 缓缓开口 杀我到一宗满门 你如此焦急 想来此番 进入我仙族之地 必有重视 我玄罗要去的地方 处处都是重视 你让还是不让 玄罗根本就不屑耍那些阴谋诡计 眼中露出汗光 那么 仙族的道一大天尊 会放玄罗进入仙族之地吗 后续剧情课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